烤鸡烤蒜烤大咬子 哥 整点大咬子呀 花生瓜子烤一下的 啤酒饮料花生水的 酒收一下的 荆州云南烤鸡馆了 铁岭安山寒碧馆了 朝阳南宁 奔西归林老干嘛 所有土豆产买一送一 买一送一了 一折起一折起啊 一折起一折起 多少钱啊 哥 给你打一折 四钱 打一折四 你疯了 什么玩个鸡爪 你疯了吗 有问题吗 这是什么地方啊 哥哥 这是 旅游区啊 旅游区啊 那边来了一群游客 你们去看看去吧 是吗 是吗 谢哥 盘帅 盘帅斗秀场 尖叫加鼓掌 帅 冬天走了 于是草 就绿了 春天来了 于是阳光就暖了 旅游的季节到来了 于是门票涨价了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世界上本来有路 旅游的人多了 就没路了 开个小玩笑啊 很多朋友会问我 说小潘 这个我前两天啊 去景区旅游去 没想到 哎呀那景区的房价老贵了 活该 谁让你不自备帐篷呢 有人跟我说了 小潘呢 那景区的东西老贵了 活该 谁让你不自己带方便面呢 也有人说了 说小潘呢 我在景区我拍照 我让人坑了 活该 谁让你不会带自拍神器呢 所以说新的一轮旅游高峰期就要到来了 让我们一起开启闹新的旅途 说到这儿啊 其实我特别想说两句 前两天网上有这么一段话 特别火 怎么说的呢 叫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于是我们节目组就沸腾了 所有人都在嚷嚷这句话 所有人都嚷嚷了去旅游 闹腾最凶的 摄影老刘 哎呀天天我要旅游去了 我要玩去了 最后我们领导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跟他是这样说的 世界那么大 你要不要出去看看呀 哎呀妈呀给他吓的呀 天天第一个到现场把地都给擦了 生怕领导给他开除了 其实我高宝潘啊 跟他就不一样了 我很任性 我就特别想来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于是我打点了行囊 我买了火车票 准备了旅游指南 当我一上火车 坏了事了 我忘带充电器了 看来我还没有做好旅行的准备啊 其实我是一个旅游达人啊 所有人可以问我 想去哪玩 潘帅啊 我也特别喜欢旅游啊 您是旅游达人 我就咨询一个问题 好 最近想去一趟俄罗斯 那个俄罗斯有什么好玩的吗 俄罗斯方块好玩 其实很多人选择旅游 无非就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购物 就是买很多的东西 那与其购物的话 那武爱市场不就是旅游圣地了吗 再当天我们那个摄影老刘 他出差去蒙古 还真给我带回来土特产 鱿丝 我吃着吃着我就琢磨啊 蒙古有海嘛 其实旅行啊 我想说的是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世界很大 而我们太渺小 有些景区它很不规范 但是我们还愿意去 有些景区门票很贵 但是我们还会去 并不是我们多有钱 我们多傻 而是因为 我们要对得起这双眼睛 这双发现世界美的眼睛 旅行是什么 行是一段路 旅是遇见不同的人 才有了旅行 旅行就是走不同的路 遇见不同的人 留一个背影 留一份回忆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拍摄 豆秀茶